台北市延平高中二年級 大家好 我叫陳凱琳 我來自台北市延平高中二年級 一開始會想來參加這個卡內基TPBS主播營 完全是注意到那個主播營 就是想從事相關的行業 然後我從來沒有想過在卡內基 我可以得到什麼或者改變什麼 可是上了第一天的卡內基的課 然後第一次上台演講之後 然後去外面看那個錄影帶 你會發現怎麼這個人講得那麼爛 講得很像讀稿機 然後一步一步的去改正自己 就算自己沒有到最好 可是就是比一開始好很多 就是你會知道自己要改進什麼 讓別人聽起來更生動更有趣 然後到了我最喜歡的第三天的TPBS 我覺得從一個專業的主播那邊 聽到對自己的建議就是比聽一般的老實講 會更有那種感覺 就是更想要改進更想要進步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為了卡內基還是TPBS而來這個贏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怕 不會有人嘲笑你們 就是如果你不跟別人討論自己的優缺點的話 那你永遠不知道自己少了什麼 謝謝大家 你別忘了 好